就是超過這個酸價2的話就不合格 酸價2不合格的話 依據那個食品管理法 食品衛生管理法的規定 我們是先請他改善 然後經過那個期間一到 我們再做一個復檢 如果不合格的話 會依那個規定來處罰6萬到30萬 給他多少時間改善 給他的期間 一般來講 我們差不多給他差不多一個禮拜以內 但是這個不定期的 不定期的我們隨時來檢查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這次的檢測跟麥當勞的事件有關係嗎 這個檢測的部分我們今天會做 基本上可能對這個酸價的部分 那另外因為油品裡面如果說含有 申來講 這個部分我們也會一併一併來檢查 那除了六合夜市之外 我們會針對包括高雄市的素食業者 或是其他的行業怎麼檢查 那高雄市的素食業者 其實我們已經做 對一般素食業者做前面的檢查 已經檢查105加速了 那另外這個生的問題